男粉丝告白戴古拉,女神锦四次回复,网友,这一点利三万绝对学不来。 如今最火的消磨时间神器,应该就非抖音莫属了,而抖音除了能消磨时间外,还有一点也深受如今一些年轻的喜欢,那就是抖音网红了,前段时间爆红的温婉,就是靠抖音走红的。 不过在温婉凉凉之后,抖音上又出现了两位备受大家欢迎的女网红,利哥O3O与戴古拉K。 而在不少的网友看来,如今抖音一解的位置,几乎就是在他们两人之间诞生的,但不知道利哥是飘了还是怎么的。 他竟然在直播时,公开叫卖自己的私人微信,而前提就是刷三万元的礼物,因此,不少粉丝都对利哥倍感失望,甚至取关,脱粉。 可能是利哥想前想疯了,而戴古拉就非常的安分手起,曾经有过一位男粉丝,向自己的妈妈发了两张戴古拉的照片,并称这是自己女朋友。 但没想到的是,这位妈妈还信以为真了,直接将戴古拉的照片给发朋友圈,还问大家自己儿子的女朋友漂不漂亮。 一代古拉的人气,这张照片的截图很快就被传到了他直播平台的评论区,当代古拉了解了事情真相后,就直接回复了四个字。 我同意了让不少粉丝都炸锅了,不过这应该只是一句玩笑话,毕竟不能让自己的粉丝太过难堪了,所以就有不少网友纷纷称赞戴古拉的情商高,更是还有网友吐槽,这一点利三万绝对学不来。 而由此看来,戴古拉抖音一解的位置,似乎已经稳坐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